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開心 就是可以來到SIGCON 幫大家做開場的演講 算是早安 不過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是晚上 所以希望等一下內容不會太乏味 讓大家一大早起床會想要睡覺 不過還是要先提醒一下 雖然這是一個偏技術的研討會 但我們今天這一場演講 就是不會講到任何跟技術有關的東西 簡單說就是我們不會講任何業行扣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從Open Source、Open Data到新聞 所以Agenda就非常簡單 其實就是根據題目來 就是我們會探討 就是我這一、二十年來 就是怎麼從Open Source 然後一直走到現在做新聞的狀況 好 所以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社群大家都叫HC 對 那 基本上大家如果等一下有問題想要問的話 就是可以找HC 那我是國中畢業之後就開始自學Basic 然後就一路就一直在寫程式 所以基本上就是非常傳統 或者是跟很多人一樣 就是一路寫程式上來的 然後其實我寫程式的歷史算是早 所以開始工作之後寫了 用過一些工具 然後寫過一些 在一些平台上面寫程式 很多可能現在大家都沒聽過 或者是已經不存在 比如說我用過Power Builder 用過Microsoft ASP 或用過JSP 對 那現在很多已經 其實已經沒有在用 那 當然後來這是早期在用的東西 後來就是 幾乎也都是換了整個TechStack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稍後會再停 那我大概在2000年的時候 開始接觸Open Source 那其實就是今天我們接下來要談的主要題目 就是我怎麼從 用微軟的Solution 就是寫ASP 然後開始接觸Open Source 然後怎麼樣從Open Source去看Open Data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 接下來的大概四十幾分鐘 大家就會看到 聽到就是我過去大概 十幾年來 接近二十年的寫程式的生涯 所以我們先來討論 就是為什麼我會開始做Open Source 或者是為什麼我會開始接觸Open Source 或推廣Open Source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第一個全檔 那最簡單的講就是 那時候寫Code寫得有點無聊了 剛提到就是我其實一開始在寫ASP、ZSP 那其實主要當然就是寫網站的部分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2000年左右 有在一個START 對那個時候還沒有 就是接近 internet泡沫的時期 然後就是非常晚期的時候 所以台灣也有一些網路相關的新創公司 那我們就加入一個專門做女性社群網站的新創 那時候就是用JSP寫一些小的互動遊戲 然後寫一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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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來發現就是我們公司的Marketing 就是我們自己覺得工程師自己覺得就是 功能寫得很好但一直推不出去 然後就開始覺得很無聊 就是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做 或者是 沒有什麼我們覺得更有趣的東西可以做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覺得寫課有點無聊 然後我就開始到網路上閒晃 那就是在一次 有一次在PDD上面看到就是有人在找 幫忙推廣就是他們程式 有點像是行銷 但是基本上就是對技術的人在介紹他們的技術 那這群人就是他們不是一個公司 或者是他們其實想要組織一個公司 但他們還沒有在處理公司 然後他們的介紹非常的 當時覺得非常有趣 但最近把這一段貼出來 就有人覺得有點中二 就是他們就說我們不做別人做過的東西 那我們的技術要讓別人在十年內都無法跟上 就是無法做出來 那時候看到這一段介紹就非常有趣 就是覺得很想要認識這一群人 因為就剛剛提到的就是自己寫課寫的很無聊 就是覺得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玩 然後看到有人就是覺得技術可以做這麼炫 那個時候就非常嚮往 而這一群人呢就是後來很多人都會認識到的 那我們就先賣個關子 那這個社群我們姑且稱它為一個社群 叫做伊利鞋 那伊利鞋就是我們現在如果要考古的話 大概是199899左右 就是開始發想的一個網路的社群 那他們全名其實叫做藝術家獨立協會 然後英文叫做伊利鞋 然後英文叫做伊利鞋 那伊利鞋這個字其實是 就是取名字萬寧丹 就是伊利鞋的這個變形 那這個社群非常有趣 就是我們現在解釋這個名字 就是什麼是藝術家獨立協會呢 所以他們認為寫寇的人 就是作為一個程式設計師 或作為一個Programmer 就是你的所有發展生產的工具都在你手上 因為你大概只要有一台電腦 可以做各種直譯或轉譯或編譯 隨便的功能 而且現在的電腦又比當初又好上許多 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 我們以過去的角度來講 就是你自己可以有一個工廠 所以你可以自己生產各式各樣的東西 產品 所以其實這個概念很像是 更早以前就是我們所謂 如果大家有在聽古典音樂的話 就是非常像就是古典音樂家 就是他們或者是 以現代來講就是各式的音樂人 就是他們只要可以做詞做曲 就是他們不需要任何工廠 那這些人其實可以獨立創作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把這些人 集合起來的話 就是他可以形成一股力量 那這個協會就可以讓大家可以 用更好的方式或更好的條件去做創作 那而不用受制於公司的限制 所以這個是當初就是 伊利寫的一個想法 好 那雖然我們剛剛解釋的就是伊利寫 就是這個名字 就是藝術家獨立協會 但這個名字解釋完之後 大家可能還是很難去理解說 到底伊利寫到底在幹嘛 那其實要解釋這件事情也非常不容易 因為就算在旁邊看的人 其實也不一定可以理解說 這群人到底在幹嘛 那如果以比較簡單的話來講的話 我會講他是一個實體的 就是 O2O的社群 就是Online to Offline的社群 所以 這群人基本上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網路上的 IRC Channel 就是 即時的聊天室 那現在比較少人在用 那 如果大家用過Stack的話 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大概是類似的東西 所以他會有一堆的Channel 這樣子 那可是這群人每個禮拜天 會實體的聚會 就是 我們會在 新生南路那邊的 有一家非常 古色古香的茶藝館 叫做 紫藤爐 所以每個禮拜天 會在那邊聚會 那這個是非常有趣的 那這群人其實 比較像是 如果大家客廣讀過的話 就是比較像是在清潭 就是大家實體見面的時候 就會討論一些非常有趣的東西 所以我們 等一下可以來講一下 就是到底 屹立寫有討論過哪些議題 那不過在這之前呢 我們還是 透過一個 比較完整的文字敘述來解釋一下 就是 屹立寫這個東西 那 這個大家應該都認識 就是 鄭偉唐 那這是他在 一個訪談的時候 他自己對於 屹立寫的說法 就是 1995年的時候 我在資訊人提出來的想法 當時不會叫開放式創新 而是 事實上就是開放式創新社群的概念 其實這是很古老的想法 把生產工具交由生產者自己 設計 製造 維護 所以立的意思不是 的意思是 不要收到 當時是微軟 就是任何過度集權的施力 來決定我們生產的方式 這裡的生產不只是寫程式 也包含寫文字工作或是攝影或是任何創造性的工作 希望能夠透過一群人在線上透過開放式的授權去分享自己的作品 在線下也有定期的聚會來討論接下來創作的方向 就可以到達自立自強的狀態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在解釋的內串的東西就是 藝術家獨立協會 這個是唐鳳他自己的說法 好 所以 就是開始 遇到唐鳳 其實還有其他義力協的朋友們之後呢 我才開始接觸到 Opensource 當時我接觸 Opensource的啟蒙 大概是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FreeBSD 那个时候其实我原来当然还在用Windows 那时候应该是Windows 95的年代 所以对于 其实那个时候当然已经有Ninux了 但我有尝试用过几次 但并不会是常常在使用的 因为工作上用不到 可是像那时候的唐凤 其实那时候还不叫唐中汉 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用FreeBSD 所以我就开始接触FreeBSD 那个时候的FreeBSD还是非常早期 大概4点多 现在已经到非常非常晚期 我们已经没有继续在用 那个时候 就是一例写很多的人都在写Perl 所以我那时候也开始接触Perl 所以对于OpenSource 其实我自己的启蒙的三个关键之外 就是FreeBSD Curl 跟Elixir 对 但是除了技术之外 就是一例写真正的影响 我觉得不管是对我 或者是对后来的参与过异邪的许多人来讲 就是有几个部分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很大部分的时候 在讨论其他的事情 所谓其他的事情包含了数位人权 包含了数位隐私 所以那时候其实台湾还非常少人在用PGP 或者是讲GPG 但一例写就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们所有的包含E-mail 然后包含很多讯息都是通过PGP加密的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蛮早期在台湾在使用的 然后那时候也因为常常使用PGP 所以我们也在讨论 因为很多网路上的人跟人是没有实体的认识 就是现在讲就是网友的概念 那网友的概念怎么建立起人跟人的信任关系呢 那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在讨论 透过PGP去做人跟人的Trust shape 就是如果我信任你的话 你信任的人也许也是我可以信任的 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 然后那个时候的Twitter才刚引进台湾 或者是台湾才刚有人在关注他 那有一些 一笔写里面就是非常先驱的朋友 那他们对于Twitter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兴奋 他们觉得就是Twitter可以改变人类的书写 那其实同时间大概也有一个 对于就是网路先行者们 觉得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Blog 对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一笔写也有做了 就是一个Blog的host 那这个是比当时的五名小站都还要早的 就是台湾最早期在做Blog 大概就是算是一笔写的一群朋友 对那我们当然在那个时候 为了推广Blog还是还帮Blog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也叫做Blog那这个也是在一笔写时代做的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 其实一笔写对很多人的影响 除了每天 不是每天就是 常常自己必须重新装FreeBSD之外 那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就是 让我们去讨论 技术不只是技术这件事情 就是对我们来讲 不管是网路或者是技术 会影响人们生活的 而且是我们要关心的是社会 而技术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关心 或者是影响 或者是改变这些事情的一个工具 对那这个是对我后来影响蛮多的 那也是后来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谈到 就是有一些其他的社群 其实也是源自于一笔写的这个概念 那在一笔写之后 就是刚刚提到就是 那时候包含就是唐凤 他其实是非常早期 或者是台湾基本上 写Pearl非常重度的使用者之一 那我也在他影响之下就开始写Pearl 然后Pearl那时候其实非常少人用 那对今天就是几乎没有人用 对 好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为了要推广Pearl 就是我就开始 我们开始办一些研讨会 那我们从2003年 对2003年开始办研讨会 那本来是想要办Pearl的conference 但刚刚提到就是Pearl在台湾其实非常少人用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先试一下水温 办一个Pearl、Python跟PHP的party 那我们就简称它是P3P 对 然后我们在2003年跟2004年 2003年就办了P3P 然后效果还不错 大概来了70多个人吧 然后我们就说好像是可以执行的 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 那Pearl Conference本来就有一个全球Pearl社群的传统 叫做YFC 就是Yet Another Pearl Conference 那时候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来办一个YFC台北吧 所以我们2004年跟2005年就办了 Pearl Conference在台北 那效果还不错就是我们有找了一些国外Pearl的社群的朋友 到台湾来 然后也算还蛮热烈的 大概每年都有100多个人 我们接近200个人参加 那到了2005年我们就跟日本的朋友说 那你们要办YFC Asia就好了 那我们就台北就不用办了 那就可以办在日本 所以到了2006年的时候 就真的在第一年应该是没记错的话 在东京 就东京就办了YFC Asia 那年我有去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讨论说 可是Open Source还是 那个时候其实不像 现在大家感受到的那么蓬勃 就是那个时候的Open Source在台湾 还是非常的少人了解 或者是少人在关注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应该是要继续推广Open Source 那既然我们不办Pero Conferences 那我们来办一个 所有Open Source的Developer Conferences 那所以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 就办了OSDC 就是Open SourceDeveloper Conferences 那这个再是当时候 第一个纯纯技术的Open Source 技术的相关的Conferences 那当然 现在我已经不再办Conferences 就是现在其实还蛮多Open Source 相关的Conferences 所以我在2014年的时候 就觉得大概阶段性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办Conferences 到现在的状况 那我在2003年开始办Conferences的时候 台湾大概只有一个 跟Open Source相关的Conferences 叫做ICOS 就是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pen Source 对那所以刚刚提到就是 我们在2003年办了P3P 然后0405年办FC台北 那06年开始办CostCup 办OSDC 那那一年其实同时也是CostCup开始 那CostCup就是 ICOS的社群议程 发展出来的一个非常大型的 台湾Owen Source相关的研讨会 那它其实就不只包含了Developer 它包含了User 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 跟Open Source相关的人 所以当时在06年开始 大概就是这两个是 台湾最大跟Open Source相关的Conferences 然后就是大家现在参加的CCup 大概是2013年开始的 所以其实大概 在08、09开始 就慢慢有一些 比较Vertical就是 单独的 程式语言的Conference就慢慢开始有 然后 所以到了 大概12年之后 我常常跟社群的朋友开玩一下 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 台湾每个月都有一个 Open Source相关的Conference 对 我就觉得这样子还蛮不错的 所以我在14年就是决定 停了OSDC 这样子 停了OSDC当然有一些原因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讨论 那其实有一个 非常有趣就是因为 那个时间点我大概有开始参与一些 GME的社群 对 那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就是跟Open Data 跟GME有关的部分 那这一切其实都是从 2012年的Yahoo Open Head Day开始 那其实是有几个朋友 他们去参加了Yahoo的Open Head Day 那其中有一个叫做 如果大家在社群比较自身 可能会认识就是他叫高嘉良 然后现在很多人就是 叫他的昵称叫村长 那是他在GME之后就是大家给他一个绰号 那时候他们有一群朋友就去参加了 Yahoo的Open Head Day 然后他们本来做了一个 Project 但Open Head Day是一个两天的活动 但第一天结束之后就是 他们就看到一个电视广告就是行政院的 经济动能推升方案的广告 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政府就说 推了这个广告告诉大家说 就是一切都在加速进行中 但是人民不用知道太多 政府都会帮你们搞定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就是 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不要惹怒工程师 对 所以他们第二天就决定 把原来的那个Project 就是忘掉 然后重新做一个新的Project 来参加Open Head Day 那基本上他们就是把 当时中央政府总预算的PDF 转成 就是 机器可读的格式 然后做视觉化 就是我们现在荧幕上 可以看到的那个图 那当时非常的 还算蛮多人 就是 有分享这个东西 就是他会去告诉你说 呃 每年台湾花了多少钱 在比如说国防预算 那他大概是等于 多少鸡排加增奶 对 然后就蛮多人 就是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那 呃 虽然这是一个开放的资料 但呃 政府都是用PDF释出 所以基本上不太有人去 关注这件事情 那可是透过工程师的 呃 转移之后我们就可以用非常 容易阅读的方式去看到 就是每年台湾 花多少钱在哪个部分 好 所以呃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讲就是 关于open data的部分 好 那呃 为什么政府开放资亚这么重要呢 就是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呃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 那既然大家要被管了 不对 就是其实我们是做呃 我们应该是做主人 然后 可是主人没有办法做选择的话 就会很困难嘛 就是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讯 可以去让你做选择的话 那你要怎么去呃 叫你的人民公仆做事呢 所以呃 对于政府的各项资料 其实呃 我们觉得 理论上他应该是预设公开 除非他有呃 涉及比如说 民众个人隐私 或者是呃 其他国家性的机密 呃 我们的想法应该是预设公开 那这样子呃 人民就可以做呃 各种各式各样的监督 或各式各样的应用 对 而且这些资料的产生 绝大多数都是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嘛 所以呃 呃 不公开其实比较是 奇怪的事情 那我们 我们应该去讨论为什么不公开 而不是去讨论说为什么要公开 好 那呃 可是开放资料跟开放原始码 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 呃 严格来说就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啦 对 然后 呃 但是会有关的是跟 键盘救国比较有关 对 那键盘救国就跟各位比较有关 就是 各位阿宅们要 呃 救国 讲救国太高大上 但是呃 如果我们要关心各位呃 生活相关的事情 其实各种政治都是跟大家的生活相关 包括你的呃 呃 各个县市的预算啊 或者是各个呃 行政区的预算啊 那这个跟大家都有呃 直接相关 所以呃 开放资料就会跟这个有密切关系 那呃 当然所谓开放资料就是呃 呃 我们希望政府的资料 不但是公开 而且是呃 机器可读 就是Machine Readable Data 那机器可读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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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那其实也就是现在GMV很多的人在做的事情 所以呃 呃 有了这些资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靠呃 呃 非常呃 键盘 键盘 载 的 工程师们来做事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呃 呃 GMV的第一个专案 那呃 刚提到就是2012年 Open Head Day 之后 就这四个人呃 靠着 装政府总预算的这个project 拿到了Open Head Day 的第三名 所以他们就拿到了 呃 应该印象中是5万块的奖金 然后四个人吃吃喝喝之后 还剩下一笔钱 他们就说那我们就 呃 把这笔钱拿来开始办 黑客松 然后让更多呃 呃 对于资料有兴趣 或者是愿意参与呃 呃 键盘救国的的的的阿宅们一起来 参与这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呃 GMV的开始 好 那我们再用就是唐凤的话 来讲一下GMV的这件事情 呃 呃 就刚刚讲就是高家长也是 呃 我们一起创办伊丽邪的朋友 所以唐凤就说因为高家长是我们一起创办伊丽邪的朋友之一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 我们是很有意思把社群营造的概念 因为它很多是脱胎于实体的社区营造的方法论 但是在线上要做射照 不是完全靠固定的地点地方 一直都有人向点一盏灯 但是靠的是让大家觉得投入部分时间也可以立刻获得正向回馈 所以就是还有很 还有还是有灯 就让人没有错 但是不是实体的空间 而是更多个梗 按照现在的想法就是很多的hashtag 让人可以认同加入 对 那我们介绍几个就是非常 呃 有用 或者是非常非常多人知道 就是GMV的 呃 专案让大家可以更有感 就是GMV到底在说什么 那这个是呃 呃 当初唐凤 就是投入蛮多时间的一个project 叫做蒙点 那它原来是因为呃 呃 他们觉得教育部的线上词点真是非常难用 可是教育部的线上词点的资料又非常的好 就是 就是 Diaset非常好 但是界面非常难用 所以呃 呃 我们如果去改善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可以用它的资料 然后用更好的UIUX设计 去做一个更好的词点 所以蒙点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透过技术去协助 呃 社会或者是教育推动的一个例子 对 因为如果没有技术的话 包含 呃 呃 怎么把这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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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界面实践出来 或者是怎么样 用更好的方式去做一个好的 词点的 使用 那这个就是 技术可以帮忙的部分 而且更有趣的是整个蒙点的发展已经就是 就是 有机的长成跟原来想象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包含 呃 而铮点 有包含 呃 呃 国语台语 甚至有 克语 或者是阿美俗语 那这个都是当初 就是 就是 可以说是史料未起的 那 那可是因为有蒙点这个 呃 制点的框架之后 就是 各式各样的 的 语料库 只要有 呃 呃 只要的話其實都可以套到這個 framework 來 就讓整個萌典可以長得更有機的成長 只要你可以想到的東西都可以放進來 就非常有趣 另外一個是在2014年 應該是吧 對 那個時候 Dreamville發起一個政治獻金透明化的運動 那個時候非常有趣 現在當然實況已經不一樣 現在的政治獻金已經是依照政府規定在選後必須公佈上網 這個也是在去年才開始執行 但在更早以前就是2014年的時候其實並沒有這樣子的規定 所以那個時候如果你要查 就是一般人如果要查選舉的政治獻金的話 你必須到監察院去 然後帶著你的身份證件去 告訴那邊的承辦人說你想要查誰的政治獻金 那如果你要印出來的話 那就是會你要付錢然後 付引印費然後請他們幫你印 然後再把那些資料帶出來 所以當初就有許多人就是 進去監察院然後把資料帶出來 那個時候就透過GV的一個參與者叫做Running 他就是透過技術讓整個政治獻金的檔案做得非常像現在大家在用recaptcha的方式 就是你只要看到這個是什麼 然後你就幫忙打進去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用鄉民的力量讓這一份包含有監察院浮水印的政治獻金資料數位化 好 那那個時候非常有趣就是 印了我忘了是7個還是7個到10個吧 的立法委員的真正現金資料 然後總共有2600多份文件 那把它切成一個一個做recaptcha 大概有30萬格的資料 那在24小時之內就是 就是讓鄉民完全的破關 對 那這個是透過技術然後透過群眾協作 那完成一件事情 而且是一個非常正向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剛剛提到就是其實GV在2012年10月就算是開始 然後印象中是12月就開始第0次的黑客松 但是更多人知道是在2014年的318運動 那當然現在就是在座各位有很多人可能對318不太了解 對不過就是大家可以提一下就是那時候為了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讓立法院內的內外的資料可以更流通 然後就是現場抗議的狀況可以更透明 所以那時候就是GV就有一群人去現場做直播 對就是318反黑箱服貌職業的直播 那其實就是減少資訊落差 然後盡量讓所有事情都可以透明 那減少溝通的成本 那在這個時候就是有更多的人就是參與GV 那那個時候其實也讓GV的整個生態有了蠻大的改變 在2014年之前大概有蠻高的比例 大概7成左右是工程師 但在2014年的318之後就是比例就開始有蠻大幅的改變 就是工程師的比例大概剩下那個時候應該很快大概剩下五成 那到現在應該比例就會更低 對就是有各式各樣的人去參與 那當然就是GV後來也促成了就是黑客入閣啊 然後到後來就是目前在推動就是現在政府在推動的開放政府跟開放國會的一些 一些 committee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參與就是國際的開放政府組織 OGP 那我們現在有一些委員會正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包含政府的一些官部會跟許多關心開放政府的民間委員 那一起去進行的一些工作 所以在就剛剛提到就是在318之後呢 就整個GV的社群有非常大的改變 所以大概分成三個部分 那主要是群眾媒體然後自由軟體跟社運的團體 那時候在318之後當然比較著名當然就是島國之類的 然後因為各個群體關心的部分都有一些的差異 比如說open source的人就會比較關注就是所謂的開運模式 那我們會非常的關注行動主義 就是如果大家有在參與一些open source project的話 大概都會知道就是你常常去跟人家說就是這個code可以改一下 然後大家就會跟你說patch will come 就是你自己下來寫code然後你就送patch就好了 那這個也是open source的社群向來的一個文化 那在這個比較接近社會運動的狀況也是非常一樣 也是非常類似的 所以在GV常常會說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件事 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非常open source的概念 就是你想要做什麼 那你就patch吧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在318之後組成GV的一個狀態 在這之後呢就是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就是後來為什麼開始做新聞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大概是2015年9月的時候 然後原理也是因為寫寇有點無聊了 對那個時候我在Yahoo台灣工作 那在Yahoo台灣待了9年半 大概就是開始辦OSDC的時候就進了Yahoo 然後在OSDC結束之後就開始覺得在Yahoo工作 比較沒有新的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都在寫 比如說跟廣告相關的東西 怎麼樣讓廣告的效益更好 或者是怎麼樣讓讀者可以更願意點廣告等等 那這些東西對我當時來講就是覺得比較無聊 就是想要找一點新的事情來做 那那一年剛好有一個非營利組織的新聞媒體 就是有一個NP的新聞媒體成立叫報告者 那當時候他們就來找我就是問我能不能過去幫忙 因為那時候當然現在還是就是在新聞媒體要找工人師是相對困難的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剛提到寫寇寫得有點無聊 然後在又因為318的時候就看到有一些某些特定媒體 就是對於整個包含抗爭的現場 或者是GNV在現場的狀況 就是因為我們是實際參與的人 然後我們就發現那個報導跟市值差距有點大 那所以有這個機會我就說我就答應了報告者 然後就去幫忙 那就是因為這個狀況就是讓我開始了一個因緣際會的新聞路 那在報導者就發現 除了幫新聞媒體做技術相關的部分之外 就是當然是很大部分是網站 然後除了網站當然還有一些資料啊 其他比較瑣碎的事情 就是跟技術相關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說其實技術在新聞的部分其實也可以幫上蠻多的忙 所以在報紙待了一年之後 就有另外一家媒體就是進週刊就找我 那其實那時候我就開始在關注就是國際上資料新聞的一些狀況 就是發展的狀況 那發現台灣在這個部分就是 比較沒有人在關注 所以那時候在進週刊找我的時候就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我成立一個跟資料新聞相關的team 所以我就過去了 那在進週刊就開了自己的一個site project 叫做Reader的這個媒體 那Reader就是專門在做 Data Transition 就是資料新聞的部分 那所以 其實從Dreamme到 自己進入做新聞就會發現 之前在做了非常多跟資料有關的事情 其實它可以在新聞有一些比較好的呈現 或者是找出它的insight 那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政治獻金這個歷史 那在2014年的時候 G&B剛剛提到 大概就是8到10個立法委員的政治獻金資料而已 那這個東西你當然可以就是 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然後就說某一個立法委員 其實 花了很多錢做 比如說動員或之類的事情 可是你很難general去講一個現象 所以進入媒體之後 我們就希望可以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完整 所以我們就先從政治獻金開始 那我們的記者就進到監察院 把完整的2016年的政治獻金資料都印出來 然後人工的去把它做了數位化之後 就做了這樣的一個專題 所以如果我們要簡單來講 就是Reader是什麼的話呢 它大概就是 基本上先講Reader這個名字 它就是report engineer audience跟designer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來參與新聞的層次 所以我們就非常鼓勵讀著參與 然後我們希望做開放編輯室 那後來發現媒體經營其實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個site project 可以找出新的媒體經營的模式 那最後當然就是我們還是希望以資料新聞為主 那非常有趣的是 當我們第一次就是把2016年的政治獻金資料公開之後 我們把剛剛提到我們去監察院把資料印出來 然後數位化之後 我們就把這些資料全部都open data出去 那就有一些包含就是學者或者是其他媒體 就拿了這些資料去做了一些有趣的應用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方式是非常可行的 所以我們又跟G&A合作去往前推出了兩屆 就是2012年跟2008年的政治獻金資料 那我們也是用原來的方式 在請鄉民的協助來補齊了這三屆的資料 但後來我們發現除了這些之外 技術在新聞上可以幫上非常多的忙 比如說舉一個例子 在19年的時候 因為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那推特就公布了一個dataset 那他們就說這個 他們公布了這一群使用者 他們是跟算過香港反送中的 假訊息有關的推文 那他們就把這些帳號都刪掉 然後把這些資料都公開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資料抓回來 那後來發現他的資料量非常大 就是他有900多個帳號 那有幾十萬筆資料 那這個對一般的新聞媒體來講 都是比較實力的 因為就是技術的人沒有那麼多 然後比較沒有辦法處理這些資料 可是對於就是技術仔來講 就是其實看到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從這裡去做很多事情 包括我們可以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去看到說 推特怎麼判定說這是一群網軍 然後他們在做集體式的操作 那後來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 就集合了非常多的媒體 那在做2020年總統候選人士查核的計畫 那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計畫 就是我們結合了群眾的力量 然後媒體的力量 那那時候我們就是從公共電視拿到每個總統候選人公開談話的影片 然後把這些影片切成20秒一個片段 然後放上網路上讓鄉民們去打竹字稿 那再把這些竹字稿集合起來之後 然後透過志工的協助去找出需要查核的一些片段 那再透過媒體的記者們去做查核的工作 所以這是一個開放資料加群眾協力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好那最後就是想要提幾個就是比較是結論 但我們其實不應該有結論 但我想要提幾個東西讓大家可以去思考 然後這是一個連續創業家 叫做余寧寧 那他是台大志工畢業 那後來去到美國 那連續做了七次創業 那最近的一次創業 應該是這兩年也賣掉賣給Tabler 就是做資料處理的一個部分 那他原來是在做新聞分析的 那他在今年受數位時代的訪問的時候 講了一段話我覺得蠻有意思 他在講他自己 他說人到大志工的時候 會想對這個社會有什麼幫助 那我覺得新聞從報紙到電視到現在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新聞是一個非常重要 對社會最重要的一個 那如果沒有人做那怎麼辦 對那這個是余寧寧自己在講的話 所以一開始我們提到這個talk不會跟大家講任何跟技術相關的事情 但我們只是希望跟大家講技術不只是技術 我早期也非常嚮往追求新技術 但是雖然很像老年人在講廢話 但還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技術最重要是在解決問題 所以不管是怎麼樣就是不管是網路或技術 會影響人們生活的 而且我們要關心的是社會 而技術是可以幫助我們達到的這個工具 所以最後再quote一下唐鳳的一句話 就是他說當然你相信的價值是什麼 科技就是幫你快速省力達到那個價值 所以這個價值有好有壞 如果你相信社會應該是極權的 那你就很容易透過社會科技幫你達到極權的這個效果 但如果你覺得社會應該是民主的 科技也可以幫你達到那個效果 所以最後有幾個延伸閱讀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個報導 我們下一個報導 這邊請你們五分錢 超級小! 超級小! 很小! 謝謝你! 我們下一個新的地方